说到日本或许你会想到川流布袭的上班族在东京的交叉路赶着去上班 那其实距离东京550公里外 有一座名叫澳祖谷稻草人村的诡异阴森小村庄 这里的总人口就只有27人 而最年轻的村民已经是55岁了 虽然村民寥寥无几可是这里却非常热闹 原因是遍布大街小巷的人群 其实都是长相各异的人偶 马上带您到村子走一趟 了解这座鬼村背后的故事 凉风阵阵 溪水长流 这座村庄看似幽静 但又十分热闹 无论是在街角 便利店 八市站或是在校园 都是一个个长相各异的人偶 而这些诡异的人偶都得从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妇说起 多年前林野月美为了照顾年迈父亲 他放下城市的工作 重返澳祖古村 可是相隔多年再度踏入这座村庄时 这里已经没有记忆中的热闹 更多的是寄寥 村中的老朋友和邻居不是搬走 就是去世了 为了重新复活这座村庄 林野决定从他去世的父亲开始 制作一个和他父亲长得十分相像的人偶 放在院子里 一个不留神 村民还以为人偶是他的父亲呢 第一次我做了父親的架枝 衣服也把父親似乎 放在畑上 擺胎的時候有幾百秒 近所人的家人 自己的父親間間間間 說今天這個家庭 早上就說了畑 早上就說了 然後就做了架枝 讓他的父親重生之後 林野對製作人偶的興趣 就越發強烈 每隔不久 他就這樣一針一線 將報紙和木棍放在一起 再縫紋出人偶的頭髮和胡鬚 原本僅剩27人的村莊 搖身一變 竟然變成了 擁有300人的溫暖家園 現在這裡最年輕的村民已經是55歲了 這也顯示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問題 不容不視 它能將一座村莊從熱鬧變得冷清 日本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較為長壽的現象 將會把這個先進的國度變成全球超老年國家 而根據統計 在超過一億人口當中 有將近三成個人都是65歲以上 而這也意味著日本四個人當中 就有一人是超過65歲的樂齡人士 而且這個數字還會慢慢地上升 時間無法停滯不前 而每一個人總會隨著歲月慢慢老去 每當有村民離開人士 林野就會製作一個人偶補上空缺 久而久之 這裡將不是一座尋常的村子 而是只剩下人偶的永恒村莊 NTV7綜合報導